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这条路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福尔斯心里本来就怕得要死 现在李高楼又说什么木乃伊战士 他更加的心惊肉跳 忍不住多问了一句 李高楼点了点头 放心吧 这条路非常安全 你们赶紧走 就这样 跟塞拉和安朵拉 他们约好了在外边什么地方见面 两边就分开了 而小李同学就在这时候 整个人的气息立刻变得阴沉 乃至于最终彻底的融入到这片黑暗之中 他的眼睛可以清楚的看到黑暗中的东西 所以当然不需要打开灯光 正是如此 所以李高楼才会有更加便利的条件 可以肆无忌惮的 看着木乃伊和死神军团 他们互相争斗 咬破手指落下朱笔 李高楼写下坐山观虎斗几个字 在这之前 他已经试过偷梁换柱满天过海 所以对于这种事啊 他可不陌生 生死不强大的力量再度显现 李高楼看到了生死不上的内容 整个坐山观虎斗的过程非常清晰的出现 同时也在这个时候 李高楼看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 这些木乃伊战士都是经过改造的 虽然说之前已经有了这样的猜测 但是真正看到李高楼还是眼神一宁啊 如果说这些木乃伊战士可以确定是经过实验室改造的 那毫无疑问 自己在金字塔最中间画出来的那个方形区域 一定就是实验室 这一点李高楼已经确定 同样根据他的猜测 李老蒙应该就在这个区域当中 所以接下来李高楼要做的事情就是 尽可能的进入到这片区域中 然后利用坐山观虎斗的机会 带着李老蒙从这离开 李高楼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好戏开始了 随后黑暗之中再听不到任何声音 就好似小李同学从未出现过一样 布获这边已经按照撒旦的命令 做好了集合的工作 然后他看着撒旦问 大人所有人已经全部集合了 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 撒旦嘴角微微一瞥 现在他重新将自己的人拧成了一股声 那接下来有什么样的麻烦跟危机 他都毫不畏惧 不管这金字塔里边有什么东西 他都有着决心可以彻底的将它摧毁 撒旦还没来得及说话呢 布获这边又接到了一条紧急消息 大人 我们的人发现了凶手的位置 一句话 撒旦变得激动 马上去哪儿追上他 自打进了这金字塔呀 撒旦他们死了几百人 而且都是以那种诡异的方式 说实话 这撒旦的心里边早就憋着一口气 尤其到现在 他知道唯一关于凶手的信息呀 就三个字木乃伊 而现在终于找到对方踪迹 所以撒旦当然不再犹豫 所有的死神军团行动起来 带着一种残暴的姿态和力量 很快抓到了那个木乃伊 撒旦越发激动 不要烧他 等我过来 他跟布获他们一起朝那个坐标的位置赶去 最终撒旦见到了那具尸体 当时他的确愣了一下 之前的时候他就在猜想 所谓的木乃伊到底是什么样子 长几个脑袋呀 看到之后啊 那就是一具被黑褐色布条 缠裹起来的尸体 不过此刻染着绿色的液体 看上去啊 奄奄一息 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马上告诉我 不然老子宰了你 粗暴的撒旦 他都没耐心呢 跟他多谈两句 举着刀就架在木乃伊脑袋上了 但是他只能看到木乃伊的那双眼睛 眼睛里的东西非常复杂 至少撒旦是看不懂 而下一刻 这名木乃伊战士死了 灯光之下 他的尸体看上去有种说不出的诡异 气愤至极的撒旦在确定 他完全没了生机之后 一刀剁下了这名木乃伊战士的脑袋 撒旦咆哮着 老子不是说了吗 不要杀了他 怎么被弄成这样了 他目光转向了旁边的战士 好半天才遇着一个木乃伊 怎么说应该抓住机会搞清楚啊 结果就这么没任何价值的死了 让人觉得非常可惜 布霍同样皱着眉 看着那几名队员 实际上他内心也有些疑惑 之前的时候几百名队员呢 都是被直接干掉 而这些个木乃伊没有留下任何的线索和踪迹 甚至死去的那些队员都没有时间的把消息传出去 但是现在突然间抓住一个 而且明显就剩下一口气了 偏偏自己这边还没什么伤亡 所以他这是被吓死的 正想到这儿 一个弱弱的声音响起 他不是我们打伤的 发现的时候他就已经是这样了 这句话让撒旦和布霍都愣了一下 还真是出乎意料啊 不过紧接着周围好几个队员都证明这一点 气氛变得更加古怪 深吸了口气 撒旦哪怕是个傻子 这时候也开始意识到一个问题 在这座金字塔里 除了他们跟这些木乃伊战士之外 还有第三方 而且这第三方绝对非同一般 居然可以在他们没有任何发现的情况下 杀了一名木乃伊 而且很快 撒旦已经想到了 在金字塔外边看到的车轮叶 如果没猜错 第三方应该和那辆车有关系 当然撒旦也只能想到这么多 绝对不可能再继续猜到 是有人故意让他看到地上这具木乃伊战士 撒旦朝着众人说 所有人小心戒备 另外 将这个东西给我拆开 他眼中带着一丝绿色 指着地上的尸体 木乃伊明明应该是具尸体 那干什么玩意 这玩意还能杀人呢 所以想不明白 被他撒旦想要看看 究竟这层黑褐色的布条 下边到底是什么东西 立马有人开始动手 速度非常快 直接把布条拎在手里边 然后就开始往下扯 撒旦他们站在旁边盯着这一幕 几分钟过后 众人脸色奇奇一变 所有的布条被拆开之后 露出了下边的东西 这具尸体的模样 看上去大概 还是个人类的样子 不过皮肤完全没了 只剩下血淋淋的骨肉 而且那种血液是绿色的 微微掺杂着一丝红色 如果只是将这东西 扔在地上 绝对不会有人认为 这是一具人类的尸体 更加没法想象的是 在外边被裹起来之前 这具尸体究竟经历了 怎样的痛苦啊 撒旦咬着牙 纸节 他不会担心自己太过残忍 日后会招来什么麻烦 现在的他呀 想的就是 绝对不能放过 任何一个细节和机会 他要弄明白 关于这座金字塔 和木乃伊的秘密 不过这次还没等 他的士兵动手呢 突然不惑 再度接到了 另外一边的消息 又一次发现了 一名木乃伊战士 而且跟之前一样 奄奄一息 很快就要死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